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决赛的都是女选手 分别是五颗月 王静文 姚小棠 陈文飞 贺三 一路看过来 五位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冠军花落谁家还不得而知 不过却可以对五强选手做个分析 看谁自有可能拿下冠军 首先说说总分排名第一进入五强的五颗月 五颗月的粤语歌的确很有感染力 作为李克勤战队的得力唱将 五颗月无论颜值还是实力都不容小觑 但五颗月夺冠的几率却不太大 原因之一是五颗月唱的都是粤语歌 有所局限性 第二是五颗月早已签约了别的公司 第三就是五颗月曾输了外战 单单是签了别的公司这一条 五颗月注定跟冠军无缘 但参加了中国好身影 对五颗月来说受益颇多 不仅收获了粉丝 也有了名气 对以后的发展也有所帮助 王静文的人气很高 从第一场盲选开始 他的人气和呼声就没有低过 且并没有输过外战 成绩一直很优秀 这很符合冠军的特点 歌坛需要原创型的歌手 王静文作为五强中唯一的唱作型歌手 潜力很大 节目不出至今 王静文唱的几首原创歌曲 热度都很不错 每一期的标题基本上都与王静文相关 这与上一季善依纯类似 加上王静文本身就拥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他的签约公司和灿星已经达成合作 如果不出意外 冠军就是王静文了 姚小棠真的是一匹黑马 谁都没能想到十一进八的比赛上 姚小棠居然以专业评审满票 观众评分高达一百七十多票的成绩 总分第一晋级 就前面的表现来看 姚小棠的表现平平 但晋级赛的时候成绩很不错 即使是晋级五强的比赛 姚小棠依旧排在前三 姚小棠虽然是黑马 但他情况跟五颗月差不多 也签约了其他的公司 也输过外战 廖昌永战队仅剩下的独苗陈文飞 着实让人心疼 都觉得不想让紧急救场的廖昌永 面上难看 所以才让陈文飞留下 所以陈文飞到底顶了多大的压力 但就十一类来说 陈文飞每次成绩都是中低等水平 在五个人当中人气最低 不管的几率极低 但也有机会冲击第二名和第三名 最后说说贺三 作为李克勤战队的右议员猛将 贺三真的是一路带着争议走到现在 一路PK 一路换战队 最终坚持到了五强 贺三的人气不算低 但问题在于 贺三身上非议太多 要是拿冠军 节目肯定会被吐槽 出于节目口碑考虑 节目组会放弃贺三 其次再强调一点 贺三公开承认有对象 这对未来发展有所影响 节目组签约的时候也会考虑进去 所以贺三只能陪跑了 就前面几期每位选手的综合表现 以及场外人气和热度来看 夺冠几率排名大致为 王静文 姚小唐 五颗月 陈文飞 贺三 你觉得这个排名怎么样呢 谁才是你心目中的冠军 距离2021中国好声音总决赛 巅峰之夜越来越近 五强选手 五颗月 王静文 姚小唐 陈文飞 贺三 都磨刀霍霍 整个打蛋 向最终的冠军冲刺 对于每一位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来说 谁不想走到最后 谁不想成为冠军 正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可是想要拿到冠军 谈何容易 尤其在这样一档 国民殷宗之上 更何况是在十周年之际 更是有意义非凡 虽然如今中国好声音 备受诟病 但是不管如何 在如今这样的环境之下 中国好声音 还是难得的一档音乐综艺 毕竟在一众音宗停播之下 更是彰显了这一市场的艰难 然而他还在坚持 助教吴莫筹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亚军 他说道 从这些学员身上 能够看到以前的自己 没有提升钱的自己 小时候的自己 兴奋紧张 还有瑕疵 但是却是有生命力 特别动人 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激励 参加过第一季好声音 对他来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如今他觉得 第一季好声音是很有质感 很有特色 让人震撼的 到了现在 好声音可以由所有学员去定义了 曾经他是宇宙中最遥远的一颗星 如今他是自己心中 永远抹不掉的钻石 助教极克军艺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季军 他说道 虽然这十年出现了很多殷宗节目 但是很少去关注唱歌的人 但是还是有一群坚持的人 把好声音做了十年 他说不是今天的自己有多好 而是这个节目团队 彻射底底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人生 不管未来怎样 在所经历的这样一段历程中 好声音是重要的 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两位好声音的前辈的讲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好声音对他们的影响 虽然他们也是在这十年中经历了曲折 如今也确实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可以看出好声音对他们带来的自我改变 是无法磨灭的 如今站到十年的十字路口 不仅仅对于五强学院来说是一次转折 对于好声音来说同样如此 在半决赛中 五个月王静文是以头两名的票数晋级的 不管是媒体评审团的投票还是大众的投票 他们两位都是冠军的候选人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两位选手在总决赛中的逆袭 惊艳表演 而对于五个月来说 是新人导师李克勤战队的实力学员 在李克勤导师看来 五个月是一个一直走程序渐进的一个 并不是突然的窜升 一直都是维持着一个很平稳的步伐在前进提升 他有着观众缘所以才能够走到最后 但是他眼中五个月远不止如今这般还会更好的 虽然粤语歌曲是五个月的强项 但是对于他并不满足于在舒适圈 而是不断挑战突破 所以在半决赛中进行着大幅度的改变 也是让重导师赞不绝口 更是凭借着观众缘而逆势登顶 虽然媒体评审团票数第三 但是观众投票第一 最终以总票数第一的名次晋级总决赛 对于王静雯来说 在李荣浩看来 他处在一个很好的阶段 作为原创歌手 在刚开始写歌的时候 有很多想法 所以李荣浩鼓励他多写歌 不要有写歌以外的太多事情 对于未来 李荣浩说到 王静雯要跳出自我的世界 不要全写自己的东西 毕竟这些是有限的 还是要多一些创作层面的东西 王静雯被赞为女版毛不易 从盲选到半决赛一路走来 作为原创歌手 并且始终坚持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是不易的 他显然不是专业出身 最少是通过翻唱 在短视频平台爆红出圈的 虽然在如今短视频时代之下 很多素人成为网红歌手 但是能够像王静雯这样 在好声音舞台上走到最后的并不多 半决赛中 媒体评审团票数第一 大众投票票数第二 顺利晋级总决赛 可以看到半决赛中 五个月 王静雯都有着各自的优势 而对于总决赛来说 以往都是观众投票 那么就会让最后的冠军争夺 更加激烈残酷 到底他们谁将会是保持优势问顶冠军 还是其他选手逆袭突围 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